先角度曝光 绿灯警车准备起步 却叫独驾 兵士车从逆向高速冲撞 撞击力道猛烈 警车瞬间甩位 冲到对象车道 乘客零件喷散 坐在副驾驶座的三重分局 后得派出所远见黄伟正 伤众不治 家属北同欲绝 妻子神神呼唤 召唤直角到第三次才允杯 终于带丈夫回家 但对丈夫的思念 一天也都没停过 在联储上难过发文 儿子刚在电话中和爸爸聊外星人和恐龙 没想到凌晨来通电话 无法承受的噩耗 还来不及痛彻心扉 和儿子约好周末的出游计划 永远都不会成型了 如今剩下我们孤儿寡女 孤苦无依 同时也澄清 没有要利用本次案件募款 应接获各界三星人士机关表示 想捐款协助 文章最后留下个人的邮局账号 却引发网友热议 甚至有人怀疑会不会是诈骗 本件是被害人家属 希望大家捐款给他 这样的行为是不需要申请许可 但是其他人捐款给他 仍然是属于赠予 依法是要缴交赠予税的 家属行为并非出法 对于兴起不少争议 实行妻子再次发文泪探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利用任何人 任何事 有些人觉得我利用你的时候 我很难受 如果可以换你回来 我跟儿子身边 我什么都换 尽了解 家里经济全靠黄伟珍一人称奇 如今却被有情人士恶意批判 简直对家属而言 根本是二度伤害 社会局将协助家属申请意外致死救助金 另外家属如招逢经济困境 或有福利需求 本府社会局将由社工提供关怀及协助 依政府规定 恐怕还未证愿禁的离世 只能依因公死亡来承报 依薪资去算 依次经纬1.25倍 月退一奉则是15年 此次服训金要下来 旷日费时 短时间内家属还是需要帮助 记得杨洁对宣新北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